文新蘭 文新蘭是台灣近年切發出口最大中 2010年出口日本約新台幣4億元 文新蘭切發保鮮處理與處印技術 不但可以大量降低運輸成本 而且可以確保切花外銷以後的品質 是文新蘭切發外銷發展的重要關鍵 台灣擁有良好的天然環境 配合往式栽培技術 能以較低成本生產高品質的文新蘭切發 並成功外銷入本 然而克服文新蘭切發因長途運輸 而降低平差的壽命限制 需要有良好的採收後處理 在切發採收後 需要立即插到水裡面 運輸到包裝廠 先放到冷藏室裡面降溫處理 然後再將切花移到台車進行預測處理 接著將台車移到密閉室與新增劑處理 使切花保持鮮度並驅逐害蟲 經保鮮處理後 依切花的長度分擦之數 以及花朵品質進行分級選擺 將每十支通等級的切花滾成一把 用塑膠袖套保護花朵 接著在切花的切口套上 含有保鮮劑的保鮮管 提供運輸時 切花所需要的水分跟養分 然後將二到四把切花裝成一箱 放入冷藏庫裡面預冷 準備裝櫃輸出 文新蘭切花海運到日本 需要八天左右 利用保鮮處理技術 並適當的控制 貨櫃的溫度跟空氣 文新蘭切花外銷以後 仍然能夠維持良好的開花品質 切花評價壽命可以達到七天以上 透過廣泛的應用保鮮處理 以及廚印的技術 目前我國文新蘭的切花外銷產業 以蓬勃發展 並持續的成長中 未來將持續 針對文新蘭新的品種 研發商業應用的保鮮處理技術 以進一步的擴展 文新蘭切花外銷市場